捷運行進文弧線開到一半突然劇烈搖晃 站在走道中間的乘客滿臉驚恐 雙手緊握左右欄杆 但被晃到站都快要站不住 請到原理找到 超大的 捷運緊急停駛並廣播要乘客 暫時停留在原地 準備上班上課的民眾全都嚇壞 而魚鎮不斷 北京也趕緊進行疏散 所有旅客沿著鐵軌 依序往六章離站方向走去 整個場面顯像緩身 除此之外 更有民眾拍下捷運勾架橋 因為地震大幅度晃動 整個橋梯左右搖擺 還發出巨大聲響 嚇得經過車輛 完全不敢靠近停在路邊 而位在新北板形站 到松原站之間的環狀線軌道 更是整個位移 超晃 對 它凹一個洞 整個橋梁錯位大約50公分 相接觸還出現一個大洞 就離原本連接的水管也斷裂 懸掛在半空中 就怕余震會導致崩塌 警校拉起封鎖線 將度線封閉 禁止車輛經過 而新北捷運局長也帶著結構計師 趕到現場了解狀況 希望明天能夠早一點風車 就是下面的交通 下面的交通 上面的話還需要把當良的校正回來 現場還一度傳出結構是刻意設計 不過拿出街景地圖一筆 對明顯就是軌道錯開 就怕有安全疑慮 環狀線已經全面停駛 並且進行巡檢 捷運公司也將啟動公車接駁機制 國庫環狀線才剛蓋完沒多久 就發生結構位移問題 相關單位也將進行全面檢討 謝謝各位各位朋友 招式院子訪